哈囉 大家好 大家好 我是阿豆 今天呢到了兩咖丘定製的手套 那為了要趕快交給球友 那我們今天就來進行開箱的動作 那第一咖呢 我們要介紹的是相對於在台灣比較少見的 IP SELECT三本有聲的定製Toto手套 那通常呢 就阿豆所碰到的 這次已經是第二咖的三本有聲的手套 那前一咖呢跟這一咖 基本上我發覺會不會定做三本有聲這一款手套的主人呢 都蠻有組件的 基本上他們都很清楚說自己要的配色 然後一些細節上面決定也都很快這樣子 那也還有一個相同點就是說 他們都會在上面加上他們自己個人的刺繡 我給大家看一下這一咖手套 金句看一下 這咖整咖是用深藍色下去做 那它的夾條選用的是咖啡色 然後基本上呢 三本有聲就是使用這個球檔 蠻有特色的 這個球檔也蠻美的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收口標也是他自己選擇的 這也都可以 依照你的喜好下去 挑你自己喜歡的顏色 那三本有聲這個model呢 基本上它的辨識度非常高 如果說你把它打直這樣看呢 它很像瘋狂假面的面具的形狀 這個在日本其實人氣也是蠻高的 那這一款已經是要都接到第二卡 第二卡三本有聲的手套這樣子 那早期呢如果你是在三四年前 訂製IP的手套呢 你很大概要登個大半年吧 不過目前呢 看起來交期 是已經不用那麼長這樣子 所以如果你喜歡一些小品牌的手套 那其實IP也是一個 他都認為蠻適合的選擇 因為它的皮革跟做工 都是非常優質的 不會讓你失望這樣子 好 這卡就是球友的手套 給大家參考一下 然後第二卡呢 這一卡呢 是軟式的Mizeno Pro O的 那這卡就是我們的林牡羊Model 然後選用的是擺金標 就像這個球友呢 額 顏色來說呢 它是使用 肌球面紅色 然後手背面大面積的深藍色 然後球檔這邊蠻特別的 他把 中間這一段換成是橘紅色 特別的亮 特別的亮 然後在大拇指這邊也加上 Mizeno Pro的尺球 那這個手套呢 還有一個蠻特別的地方 就是其實這個手套 的尺寸呢 是比標準林牡羊更短 額 這個球友呢 是選擇 剪10mm 剪10mm 他是喜歡 相對比較小的手套 那就阿豆自己而言呢 阿豆自己 算是內外野都有在守 那我基本上也是偏好 比較小的手套 所以如果我之後要訂的話呢 應該也會訂 剪10mm的外野手套 這樣會覺得說 在外野跑動 會更靈活 更流暢 這樣子 那軟絲呢 這一咖也是日本製 也會有 Hakachapan的鋼硬 這樣子 ok 那如果說 你是不是真的是打軟絲棒球 或者是 你的預算比較有限 其實 軟絲手套 你如果訂製到非常高等級 像Mizeno Pro Lado Pro Status 基本上這個都是蠻好的選擇 ok 那今天阿豆呢 就利用這短短幾分鐘 來介紹這兩咖手套 ok 希望大家 嗯 會滿意 那如果說 你們對手套細節 更多想知道 譬如說 尺寸啊 重量 也歡迎參考阿豆的買場 這樣子 ok 那我們今天手套的介紹就在這邊 我們下次見 See you next time 掰掰 我們如果有其他想看的主題 也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也別忘了幫我按讚 跟訂閱喔 我們今天的主題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